所以剛才那個黃老師講的對 就我們真的應該有一個 總統夫人辦公室 他要比較專業 因為很多東西是專業要幫忙 那本來他就應該有這個幫忙 所以如果按照你這樣講 他去看棒球 去夜市什麼 這些都是有什麼考量的一個安排嗎 不一定啦 但是夜市我感覺都無所謂 因為沒有 因為他的行程 總統 總統夫人行程是有限的 人生是有限 所以每一個就變得 都是政治考量 難免 還有像說 舉例來說 他去看棒球 我們也看他也貼了印章 我那天還以為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直看 原來他是蓋了那個 棒球隊的印章 還有你一個第一夫人 你支持兄弟也不對 你支持統一 或者支持什麼 哪裡都不對 你知道嗎 Lanew 都不對 Lanew還在 左右各貼一個 左右又各貼一個 表示我的 紅骨粿 對 如果說 忽然間今天又要加一場 你不能變成包工不成 所以實在是大可不必 這一點就是說 剛剛郝廣才說的最好 你這個角色不要被整個國民黨用盡 就為了要連任 這個更重要 其實女強人跟強人 這兩個名詞是被誤用的 我們一般人說強人 強人還是 我還是認為像我剛剛講的 要貫徹自己的意志 或者像黃老師講的 有自由思考對不對 可是現在人認為女強人 不管你有沒有強人的特質 她們認為是一副不太打扮 然後沒有美感 講話很衝 人際不圓融 一天到晚得罪別人 沒有人想跟她在一起 也不會有人想跟她做夫妻的人 你講是強勢嘛對不對 不是 或者應該說強勢 可是其實我認為強勢 也不應該是如此 可是真正的女強人 歷史上讓人家覺得是強人的女人 是很有成就 很有思考 可是她們應該是有很高的智慧 人際關係上不會像剛剛想的那樣 跟所有人鬥鬥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討人厭的女人 送給她女強人的標籤 所以大家當然覺得當女強人很慘 可是我覺得這個對話 從一開始如果認為討人厭的女人 就是女強人當然不得善終 可是事實上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演藝圈有一些女藝人 也被賦予為女強人 比如說蔡琴 你跟她很熟對不對 我覺得 其實蔡琴是個很標準的 強勢受害者 我覺得這幾個字 對 她其實在婚姻過程當中 她的確是 她自己也講她十年沒有性生活 所以說我覺得在婚姻上面 而且公公婆婆 我不曉得有沒有公公 婆婆當時才問說怎麼不趕快生 她都不知道怎麼講 說不出的苦 楊德昌取蔡琴的時候 蔡琴其實她是正紅的時候 楊德昌是因為 那個青梅竹馬的時候 她們兩個認識的 所以說當時楊德昌其實她都是 她可能是獨立製片 然後去領一些大獎 但是在商業的層面上 她並沒有很多的錢 反而是蔡琴的演出跟唱片 一直很多的錢進來 那楊德昌在蔡琴的面前 其實在情感上 我覺得應該是老是矮了一劫 壓抑啦 對 壓抑 那其實楊德昌在蔡琴的 婚姻的過程當中 楊德昌有 我以前有個同事 她跟楊德昌也不錯過 那時候我之後在報社 我都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他們的婚姻有狀況 蔡琴馬上打跳過來了 她說你寫我什麼什麼 我要告你 我嚇到了 蔡姐這樣 我不理她 繼續寫 那時候呢 再來 我要告你 而且我跟你們社長講過了 掛掉 然後到了金曲獎 有一屆頒獎在國父紀念館 她看到我 當所有的重心面前 在那個VIP室裡面 她看到我說 你過來 你上篇文章怎麼寫的 旁邊都是 某某大哥 大姐在 我都覺得說我也壓抑不了了 再好的EQ都沒了 你知道嗎 我就想起崔立新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說崔姐 我說你看起來好可愛 她說 對呀 我的婆婆都告訴我說 女人要笨點才會有人愛 那時候我都馬上想起來了 蔡姐姐講說 你過來 你這文章怎麼寫 而且她是站著 我是坐著 然後突然就站起來 你坐著 所以就是 你告訴我 你上一篇文章 你怎麼寫的 然後我就說 我再站起來說 蔡姐 你人要笨點才會有人愛 我掉頭就走 你掉頭就走 因為你在那裡 她應該會打你 我掉頭就走 請你打 因為她當所有人的面前 這樣子指責我 我覺得 而且加上之前的電話 掉頭就走 我說蔡姐 女人要笨一點才會有人愛 但我的餘光看到她 她整個人已經是有點 站斗站在那地方 有點不知所措了 那之後有一次 我因為在家住的附近 然後跟人家有點討論 被打 打得鼻青臉腫你知道嗎 像豬頭一樣的 你有 對 那中間呢 就有一個月沒有出門 蔡晴有天晚上打電話到我在留言 他說 那個紅斌 聽說你被打 這個人很可惡 我是蔡晴 什麼什麼 就留言這樣子 為什麼感覺 有一點奇怪 兩位姐姐 各位姐姐哥哥 我就想想這個電話不知道是 這個報喜還是報憂 還是來問問的 還是要點點點之類的 那也就沒理了 然後之後呢 我發覺我們也去聽蔡晴這個演唱會 她唱到一首歌的時候總會哭 叫點亮霓虹燈 那是她在點醬最後張專輯 那張專輯楊德昌有出席 也是她婚前 她們兩個夫妻 唯一出席 出席共同的一個畫面 所以我覺得蔡晴她很強勢 但是她婚姻明明很值得人家同情 所以我覺得她過於強勢 而得不到太多的同情 那我覺得 朱衛英讓我想起一個張艾琳的小說 一個人 一生只會狠狠愛過一回 她只會狠狠愛過一回 那個人就是李宗盛 愛過之後就很難聊 我認為任何一個女權 等等我先講一下 可是那是表示我們認識的女人不夠多 可是人世間證明 每一回都是狠狠的愛 真的嗎 她每一回都是真的 每一次都狠狠的愛 那她應該當黑刀 你說出惟英 你知道柯林頓跟希拉蕊 在柯林頓當總統的時候 希拉蕊因為非常強勢 所以柯林頓聲望變很低 到最後 然後所以大家都討厭希拉蕊 因為你的角色不對 你是總統夫人 你有你的範圍 那後來柯林頓要做到什麼程度 幕僚的建議是說 她出來提這個希拉蕊的時候 都不可以講We 要講She 這是我要跟她割開 她聲望馬上上升8個百分點 你說柯林頓 對 然後希拉蕊就會限制住 可是當希拉蕊自己做參議員 要選總統的時候 她的強勢就沒問題了 我感覺每一個人是要調那個位置 就是說 我感覺美國那個好 就是說她慢慢有一個制度化 就是說 為什麼說總統夫人要一個辦公室 就這一塊是你的啦 免得你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亂做也不行 或者不該做做了 那你人都要有的忙的嘛 那我感覺夫妻之間就是 看這個位置的時候是哪裡 就沒有問題 我現在說馬英雄如果她聽周美琴 是在家裡的 這沒有問題 對 但是國事就不可以了 我個人認為強勢的女人或女強人 她們一定有一個脆弱的一面 那你看這個蔡琴來看的話 她的面相唇很厚 重感情 這個人非常重感情 鼻子就沒有很挺 代表這夫公 代表尊重先生 所以以她來看 她的罩門就是重感情 尊重先生 可是苦不堪言 不過你剛剛講的 希拉蕊跟柯林頓 當時美國網路都有一個笑話 我印象很深刻 就柯林頓有一天遇到那個小精靈 她就不小心插哪一個燈 就出現一個小精靈 然後她講說 來吧 講一個願望 好 我一定讓你完成 她就說 我希望能夠促進中東和平 因為你知道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這個世仇 一直都沒有辦法 她想說 我給你個希望 你不要叫我給你奇蹟 還有沒有別的想法 還有沒有別的想法 這個很難 然後柯林頓說 第二個就是我希望 我的美國人民都會喜歡我的老婆希拉蕊 結果小精靈一聽就說 那我們還是回到中東問題吧 你剛剛講那個中東問題 這樣子是嗎 沒有 現在也超強勢 所以美國當時她選舉的時候 流傳一個笑話 就是希拉蕊的女兒 去問到一個美國軍人說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事情 她說最害怕的是歐紗馬 賓拉登 賓拉登 她說再來呢 還有比歐紗馬更可怕 她說是歐巴馬 因為她那是共和黨比較軍人 比較右派 她說還有比她更可怕 她說有的 最可怕的是 Your媽媽 我以為是Oh my God 她要押韻 押韻Your媽媽 1 2 3 對不對 就是我在職場上 女老闆要這個行 回家見了我的婆婆 見了我的丈夫 我就要溫良公姐讓那一套出來 所以最後搞得精神 有點衝突分裂 然後就破壁了 因為就是有點轉不過來 這個變當中 其實不可否認的 我們社會給女性的角色 有一些是 你真的是很難變 那個是要變到徹底 到骨子裡頭 然後會互相衝突的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我不能每次都變 那就是一種 變也可以說是妥協 所以我不能每次回到家裡 我就是要演傳統的那一套 像我常常講 我很簡單一件事 我就是覺得 每次年夜飯 我都要陪我媽吃 不然我就覺得很不高興 我就是喜歡陪我媽吃 可是我就不能說 我嫁了人我就變 我就要 媳婦就應該要跟公公婆婆吃 那你叫我在這兩個字中 我一定是要取捨 取捨的時候是什麼 跟隨我的意願 我的智慧 那我就是強人 如果我覺得害怕 我選這一邊 會被社會唾棄 那我就是弱 對 就是變當中 其實你有沒有自主的意識